进攻得分 台湾青南曲棍球队挑战2022世界全项目 华轮溜冰锦标赛 以七战全胜之资 涌夺队史首面金牌 写下最佳成绩 台湾小将在决赛面对曲棍球大博美国队 开赛后一度限度0比2落后 但是靠着精准判断力 克服压力不及早 逆转情绪 最后以6比3胜出 刚才被2比0的时候 我自己的心里是觉得说 完了我们这次会不会就这样子输掉了 但是又觉得说时间还很长 才刚开局没过久 我们还有三十几分钟 我们慢慢打架 然后到了我们进了第一颗后 我就觉得说 台湾那么久 我们一定会引回来的 大家都在动赛 我们做比赛 大家有喜欢的 他也是 老爷爷在靠你 我一直拼了你 把他拼下来 很多球员是很难放手 队形是比他们漂亮 因此当他们一旦有失误 我们就会执行有效的进攻 那我们的球员在整个过程之中 表现真的非常好 教练刘春莱比赛值最常在场边达门冷静调度 有别于其他国家的教练 常常在场边激动指挥 台湾青南居棍球队写下七连胜 赤霸球场的佳击 学员冷静应对赛事 可说是制胜关键 球员郭正佑 许维宏也分别获选MVP 和最佳守门员 成为赛事焦点 原本无人关注 台湾队以冷静坚韧的出赛态度 和精彩表现身份无数 全队感谢一路支持的球迷和朋友 不管是在阿根廷当地的台湾人 或是熬夜看转播的朋友 都是给予他们面对对手坚持下去的力量